台湾每七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 不少人会求助于人工生殖 研发出了基因晶片快筛的技术 在人工生殖部分 九小时内就可以检查出 这个胚胎是不是正常的 而且胚胎是不用冷冻 可以直接植入 大幅提高了成功的受孕率 高达八成八 这是好多不孕症爸妈心中最美妙的声音 国家书统计每七对夫妻就有一对 有不孕的问题 怎么办呢 很多人就选择做试管婴儿的疗程 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 可以提高试管婴儿做人的成功率 这一片晶片就是提高做人成功的秘密 用它可以在九小时内 检测出染色体正常的胚胎 比起现在一到两周快很多 以往的话冷冻周期 它可以允许我们用一两礼拜时间得到报告 然后再把胚胎解冻再放进去 但是在少部分的个案 它还是成功率会受限